甲状腺机能抗进症 TSH目标范围应控制在0.5至2.0毫单位每升 MU-L 在此范围内 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患者长期的心脏疾病和骨质疏松等健康风险 如果TSH水平过高超过范围 则需要增加抑制甲状腺激素的药物剂量 如果TSH过低低于范围 则需降低剂量以防止心率失常等副作用 指引强调定期监测TSH水平并调整药物剂量至关重要 TSH可准确反映甲状腺活性 指导甲状腺机能抗进症的诊断与治疗 定期检查TSH有助于优化个人化用药 达到治疗目标同时减少副作用风险 本指引为临床医生提供了 治疗甲状腺机能抗进症的最新建议 强调依据患者的TSH水平来指导药物治疗 调整至个性化最适合的剂量 通过定期监测TSH 可更精准地控制甲状腺抗进的程度 同时防止因过度治疗导致的心脏等副作用 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案 综上美国内分泌学会最新指引建议 甲状腺机能抗进症治疗 应根据患者的TSH水平调整药物剂量 TSH控制在0.5到2.0米UL范围内最为理想 定期检测TSH以指导合适的 个性化药物治疗至关重要 既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健康风险和副作用 健康生活编辑部